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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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更大的加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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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跳过去 第三个 也请人家帮他跳过去 结果第四个 跳过去就OK 因为如此 他就生生世世 生死在沙漠里面 这个对他来讲 这个对他来讲 这个对他来讲叫涅槃 这才是他生生世世 这才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 所以这就是成佛的状态 慈悲 就像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 我想心在极乐 最主要是我们心超越了痛苦 但是生还在娑婆世界 广度众生 因为你如果跳过去 你就不愿意再回来了 所以菩萨不正入阿罗汉 所以像弥勒菩萨一样 不入圣神禅定 不断烦恼 因为流祸论生 如果他断了烦恼 他就不知道别人痛 修行又要像妈妈一样 儿子女儿一痛 妈妈那个痛 没办法形容 虽然不是妈妈在痛 但是妈妈那个心痛 没办法形容 所以如果我们正入阿罗汉 我们就不能感受到 其他众生的苦跟痛 所以我们对众生的苦跟痛 要比其他的人感受百千万一倍 这个叫大悲不舍众生 你在做皇帝很跋扈 你在做有钱人很那个 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苦 所以怎么样去帮助他 那我们要时时刻刻去这样做 所以为了如此 所以你要欧玛尼勒弥勒 希望这个诸佛菩萨的悲心 加持我们的心 成为一个有感性的 能够感受众生苦的心态 所以要一直的祈求悲心 因为如果你离开了慈悲 佛法的基本就是慈悲 对自己慈悲或对众生慈悲 但是真正的菩萨是对谁慈悲 对佛慈悲 怎么叫对佛慈悲 佛他的心脏就要跳出来了 众生都是他的独生子在这边生死轮回 你能够直接去救众生 那不是对佛慈悲吗 所以慈悲起来是供养佛 所以有人把你的独生子救起来 那你这个做父亲太感谢他了 所以佛菩萨是用他的空性来定住 定住就是让他能够 虽然很苦 但是他永远不一弃众生 所以将来帮助众生 因为对佛菩萨来讲慈悲就是他的生命 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体 因为有众生故所以生起大悲心 为众生故生起菩提心 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去观修慈悲心 那也要把自己的痛苦转为慈悲心 因为你没有痛苦 你就忘了其他生命的痛苦 好 各位手上有一个莲花生大士教言 然后呢 一开始我们会念一个莲诗奇请文 可能这上面没有 没关系各位就跟着念 然后奇请莲华生大士的加持 那莲诗的教言这是福藏的 福藏就是他留下来 安排在不一样的时间 请他的化身这些福藏师取出来 那取出来的目的 他就要在那个时间去利益当时候的众生 我们念一下奇请文 那各位就看着莲诗的相片奇请 好 红 乌金岔土 西北渝 莲金花胚 知座上 稀有殊胜 成就者 士称名号 莲花生 空行眷属 众围绕 我随如尊 而修持 垂势加持 其降临 古鲁本马师弟号 瓶俑 Ong 阿鵬 勁一封 杯嘛 碧嘛 廉花生大士的心脏 所谓福藏有些人拿出来是真实的物品 加持力不可思议 所谓心意福藏 它就是藏在这些福藏师 乃至诸佛菩萨的心里面一样 所以现在所讲的这些法语 是林华晨大师对我们的悲心 希望我们能够按照这样去做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离苦 才可以帮助众生 就像世间想的苦口婆心 就是希望我们离苦 所以各位要文史修听文 去想这句话 真实如此 要这样的去做 去保持正念 不要被世间法 不要自己去找痛苦 所以有时候就像各位刚刚修 要事仪轨 修观音仪轨 也要这样子修 升起大悲心 发起不利心 思维空性 变成莲花生大师 十方诸佛就融入于 莲花生大师的身口以合为一体 开始我们在观想也好 读诵也好 修仪轨也好 念咒语也好 这个时候就真实的在上功下施 所以你的念头能够相续 不间断的保持这种心意 然后你就像一个不断发光的太阳 一直在把黑暗消除掉 把痛苦消除掉 所以让我们成为人间的光明灯 那是造佛塔 人间的菩提塔 让所有众生接触得解脱 那我们要把各种的修行 不管你是念佛 诵经 打坐 读经典 那是你用行为 去利益众生 就像各位短期出家 我们没有个人的形象 大家穿一样 是一样 每个人都显现出自己的 这种本性 佛性 本尊 都可以 这是我们要学的 那因为观音菩萨 普门视线 那不一样的时间 不一样的因缘 我们的显现出 不一样的发心 形象 来利益众生 所以刚刚各位做过 药师佛 做过 四倍观音 现在我们跟联华生大师合为一体 来帮助众生 念出他的心意保障 好 好 1.此生的一切都是表面的实相 因此不要单逆在希望与恐惧之中 而是要训练自己了知一切都是幻想 好 希望就是爱 我希望得到 恐惧就是怕 所以各位 你现在万法 都是虚幻的 离一切相 不能被他这个红色黄色快乐痛苦 执着的 所以呢 此生的一切都是表面的 所以 并不是真相 所以不要为这个快乐痛苦 要训练自己 这就是修行 了知一切都是虚幻 不是真实存在的 就像彩虹一样 像天上的云变成一个魔鬼 它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魔鬼 偶尔你会怕 但是你还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 如果你看到一个魔鬼 你可能就会怕 但是呢 这个怕 那只是世间法 对你也没意义 这个怕你就要转化 转化成为悲心 它的真实像是佛性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有机会碰到 阿彪 叫阿彪 那你要赶快 你不能离开 你一离开 一逃避 你生生世世都是怕鬼的 你没办法悲心的 因缘来的 面对它 转化它 那你就 那个时候 你就专心的修一次 要死一鬼 它变要死活 你变观音菩萨 它变观音菩萨 去转化它 那所以我想 每个人都会碰到 只是世间 这一些好好坏坏 你都把它转化就好了 所以所有友情都是空性 它本来就可以成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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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阿彌陀佛 所以不要被它起分别 但是至少 不要去执着它 第二 为了能在未来 利益众生 你必须要培养 菩萨的决心 二障阻碍了 善功德的升息 因此要迅速 进化二障 对 我们想要帮助众生 却被关在笼子里面 却被戴着手铐 你儿子快跌倒了 你却靠上了手铐 你没办法伸手去帮助他 所以为了能够在利益 真实利益众生 各位要决心 要断除自己的障碍 那个障碍 烦恼障 就是因为我直升起的贪嗔痴 根本没有这个我存在 所知障 那就是因为意识分别 对万法的分别 所以 那你要 这个要靠着自己 修福报 然后关修 当然戒定会 各位都会了 所以能够要迅速的进化 对不对 我执法执 烦恼障 所知障 那当然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 那福经里面写的太多 怎么样进化的方法 那特别观修心经 这是进化 很快速的方法 所以就叫除烦恼磨 所以我们在超度一定为他们的心经 消除他们的恶障 让他们赶快的 去往生净土 所以各位一定要 就像各位在称体重一样 以后发明这个恶障体重剂 保背就是了吧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你烦恼障有几分 那大概是哪一点 甚至地藏十论经 斩柴叶报经 那我们的身口意 哪里哪里有问题 如果有人会愿意专门去学 发福地心都可以 就可以为别人很准确的 特别是佛陀在末法时期 没有如佛的善知识 而且末法时期 就算你事也显现不了神通 无通之人 但是用这种斩柴叶报 地藏不达的加持 很容易找出来 第三 如果你希望不间断的修行 就直接断除那个贪着 对有了贪就不修行就停止了 因为这个没办法同时进行了 有了恨就没背心 消除恨才有背心 没办法一心两用的 你要持续的修行 利益众生乃至断除人为 贪就必须停止 这就是八万载界的殊胜 在八万载界的当日 大家断除各方面的贪 不但不伤害众生 就断除贪 那可以正的解脱 如果又可以断除撑 又生起悲心 就成为菩提之良 第四 以思维追寻真意时 要像驯服野马般 调伏你的昏尘与吊举心 就像各位来这边有时差 如果你干脆一天不要睡觉 然后有时时差就过去了 如果你不行了 我还是去睡一下 那你要重新来视察 就像我们那时候刚出家 大概是三点半就起床 那讲三点半 我们三点二时就起来 轮到什么时候 换你上厕所 因为人多 那这个过程要征服了 那有些人起床以后 早课念完 怎么不吃早餐 睡觉去了 那有些人是要吃完早餐 再去睡觉 或睡回笼觉 因为还没睡饱了 然后如果他一天不征服 他天天都要去睡回笼觉 就像各位睡午觉一样 一天不睡 两天不睡 头昏脑脏 那所以对于断除自己的缺点 就跟抽烟一样 你要觉醒好 今天就要断 你不能说我明天再停 就像生气一样 师父我慢慢来 慢慢来就慢慢大起来 你要么就要当下 所以对这些贪欲执着 你不当下 你就没办法 所以特别各位在思维 我们听闻的思维 如果你还有习惯 这个胡思乱想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上课 就会发现 有些人还在拿手机 这样 因为他放不下世界了 这个时候法的力量是最大的 世界的事情不是不重要 自然他就转化了 所以野马你不用 用特别的方法绑不了他 所以我们要断除自己的 分层跟调取心 不然你脑筋没有思维的 这种能力的时候 那你的修行不会进步 因为你看不到真相 你不了解 不了解自己 也不可能了解别人 所以我想 联化生大师怎么说 真实 现在人大部分都是调局 因为他不能专心上课 现在的老师 每一个都在吐苦水 现在的学生怎么上课 我说你才知道 你有了手机以后怎么上课呢 他晚上三更半夜不睡觉 他白天打昏尘 他白天有时间 他一下课就是打开手机 不知道他要干嘛 他不是 以前我们上课是这样 老师上课留十分钟 我从小培养的习惯 就是一下课十分钟 就把老师刚刚讲的那一趟课程 十分钟 复习一次 然后融入在你的脑筋里面 那至少重点通通抓到了 那有些人是上完课 课本就翻起来 就去福利社就去跑 那考试的时候 他要再重新看一遍 所以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因为父亲告诉我这样 我也觉得是这样很有道理 老师上完 马上就记忆一次 就像电脑一样 然后呢 回家的路上又记忆一遍 所以 那有时间以后又拿来看 又又记忆一遍 所以对自己来讲 他已经 已经融入在这里面了 那考试的时候 就算没有复习 至少 至少重点在那里都知道了 那所以我想各位修行是个习惯的养成 习惯的养成 所以以前我们都练习副讲 什么叫副讲 就是说 我现在师父讲一遍 你马上也要讲一遍 而且呢 还要加入一些维系处 师父没讲清楚 你还可以查资料 所以像各位 你在观修最好 比如说 今天你上了这个课程 你做了 你听了这个佛法 或是你看了这个经典 晚上你做烟共的时候 或是你做完烟共 一点好了 这一个钟头 就把自己刚刚听闻的佛法 再思为一次 那思为一次 布施是财布施 现在又对他法布施 因为法的力量最大 就像刚刚我们在 修观音仪轨 修各种仪轨 那种力量很大 可以去帮助 更多的众生 但是你必须去除 这个昏尘吊举 吊举就是胡思乱想 不专心 昏尘就是打瞌睡 那这样你就没办法 得到法的价值 第五 你可能有了大圣的决心 然而自身若是尚未成熟 利益他人扶持的工作 就会显得艰苦而费力 因此要让修持成为 个人亲政的体验 所以不管你做任何修行 你要有感应 感应到身心的 或是对别人的 当然没办法的时候 我就跟他 帮杯吧 超度了 我们这样尽力 他超度了 他好一点 但是 你要让自己在各方面 有进步 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要帮助众生 自己没有成熟 就做不来这个事情 缺东缺西 就算有钱也帮不了众生 你很有福报也帮不了众生 所以老师说 如果你自信不成熟的话 今天这样好了 这个地方就交给你 这个叫你的荷兰道场 那你怎么度众生 也不知道 因为没人会来 那你自己光扫地就跑掉了 而且福报也不够 没人要帮你 所以各种资粮 都要累积 你既然要 决心要帮助众生 就要成熟自己 第六 如果真有大乘的决心 他们就会完全无视自私的目标 而会为他人的福祉而努力 所以各位 有没有大乘的决心 就看你的思想 问答就知道了 一般法恩福就问 我 他是用佛法来满足他的私心 动机是如此 那就不是大乘 大乘要问的是 问的是怎么办 可以帮助更多众生 那些流浪狗怎么办 那些还没学佛的怎么办 所以往生的怎么办 要非常的真心 真心 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 世间法你还可以骗来骗去 因为大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们学佛人 佛菩萨他心通 哎呀这骗不了 这个护法更厉害 连这个众生魔鬼都知道 所以就已经养成那个习惯 就是执心 完全不虚妄 一就是一 恶就是恶 有人跟没人都一样 一个想法 一个形态 但有人的时候会更激进一点 为什么 要让我的行为举动 成为别人 这个 学习的 甚至我在对他放广 默默的放广 没人的时候 当然我们还可以 比较 没这么战备状态 但是也至少保持正念 那所以我想各位呢 有了自私就没有慈悲 这个事不能一起存在 唯有断除自私才有悲心 不要想自己的未来 也不要暗港 就是说 我先留一点点 然后我再去跟他谈 这个不行 我还有退路 那不行 修学佛法是 是绝对往前面的 就像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还是这样讲 黄居士 你决心要出家 那一天来的时候 半毛钱都不要带 都不要带 来了就重新开始 从灵去接受众生的布施 我连一件衣服都没带 所以因为我师父这样交代 他说这样以后 你就比较可以开始 因为出家人像个乞丐一样 但是你要全然的放下 如果你没有放下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老实 什么银行部 什么卡全部都交出去了 交掉了 我同修就很高兴 这小子保证没钱过不了生活的 我花钱花惯了 那时候我已经是真实要出家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最好 那我师父就教我怎么办 衣服 那些还俩的 那些还俗的或往生的老二上衣服 自己去挑 自己去挑 因为穿这个 因为出家人是穿旧的 穿破的 然后接受别人的供养 当然我后来我出家了 我有一些 有一些徒弟 所谓叫徒弟 他们来出家 我发觉有些人还是没办法遵守这个 所以他就没办法 没办法好像把佛法入心 因为他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栋房子在后面 我还有存款在后面 然后呢 万一不行 我就可以回家 万一没钱 我可以用这个钱 因为他还有一个私心 保护自己 所以他就没办法体悟 大乘佛教是什么 所以 完全放下 你就拥有一切 不要担心 你就会为他人的福祉而努力 所以 比如说当然有些人说 我边学佛边赚钱 所以我就开个佛教文物店 我来卖这些东西 这个鱼雄长不能见得的 人家学佛都要一种纯粹的 对不对 今天很少一个出家人说 我一半赚钱 那一半来做出家人 那人家也不喜欢 因为赚钱 居士都比我们会赚 所以 那要么就是纯然的出家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 这个决心 剔头 舍离一切 那这样才能够入法 才能够特别大乘佛教 完全的奉献 所以我想 大家受到菩萨界 就要有这个决心 第七 拥有平稳的性情和温和的说话方式 对促进内心慈爱是非常必要的一环 这个我很想训练 就是说 哪一天要办一个叫 温和慈悲 专门讲 专门讲 脸相的 说话的 带人接悟的 所以 有时候我在打坐 我看人家的脸 我说 好凶啊 有些皱着眉头 好烦恼啊 有些人已经录定 好好睡啊 相悠心声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问问别人 你给别人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讲的 平稳的性情 这是一种空性 温和的说话方式 不要激烈 我想各位 有时候 你太激烈 讲话太快 讲话太慢 太那个 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佛教里面讲 他是 他是像老和尚一样 清清静静 却很柔软 那这样你有外人 不然你要修内心的慈爱 是没办法 所以我有讲过 我们要选慈爱菩萨 这里面有几位 投票表决 对不对 大家有个榜 原来这个叫慈爱菩萨 那当然有些人说 跟我无关 那你就惨了 有些人 你看到别人好 你不但不随喜 你还找个借口 那这样就没帮助 所以一定要真的是 选哪一尊菩萨 特别相应 那你要把佛菩萨的身口意 融入在你自己 所以不要再扮演自己 所以修本尊就是说 我扮演观音菩萨 美言含笑 四众生 然后那种洁白清净 修观音法门的特点 所以我认为各位 这一点 你要对峙你自己 对峙你自己 修观音法门 也是很好的方法 然后由内而外表现出来 第八 多生泪节所造的善行 人就会被一念称心所毁坏 因此要以慈心 悲心和证悟的心态 来训练自己 你或许已经了解空性 然而除非你能善保慈悲心 否则你的了解 便会成为断见 因此要让慈悲 与空性平等而行 所以慈悲空性 是一体两面的 本体跟行为表现 你不能说 天天讲空 然后呢 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什么都不要执着 那个也太执着 放声也是执着 音功也执着 超度也执着 你写牌位都是执着 有时候我们都被批评 因为他认为 他很会讲空 讲这些理论 但是他认为什么都放弃 那也不行 那有些呢 虽然很会办事情 但是他有所求 没有空性 离开慈悲 那变成一种外表的仪式 那也没有必要 但是最怕的一件事情 站在大乘佛教 解脱造 以贪心为最机会 解脱造 要断贪 你才能够脱离轮回 大乘菩萨 要断真慧心 如果你这个人 还有脾气 什么叫脾气 是碰到跟自己 不一样意见的逆境 然后我就会不高兴 这个就是这样 你意见要听我的 那就没意思了 所以各位要学习 对方说一我就一 对方说二我就二 你要开始顺 顺 对错先不管 反正我借境界来修行 不然你没有办法改除 你这个称慧的习惯 不然一念称行 起火哨功德灵 那就白干了 对不对 太可惜 我们在累积资粮 这个资粮一跌跌跌跌 像汽油桶跌得很高 你点一把火 不全毁了 所以各位你要有决心 打就算对方怎么侮辱我 我都不想要生气 也不想要批评他 因为不要因为对方的错 而伤害到你自己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跑 吃心悲心菩提心来训练自己 做什么事情都是 吃心悲心菩提心的动机来去做 吃饭走路穿衣服 特别穿衣服 你要开始练习 北欧当愿众生都会有一服穿 当愿众生穿忍辱服 当愿众生穿菩萨服 你要自己去练习 你要一天练习几百万遍 然后练习到你每个念头都如此 因为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并不是说我出家了就是修行 出家不修行可多的了 所以这是佛门慈悲 也不能说在家没人 在家愿意保持吃心悲心菩提心 他就是一个修行者 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是虚幻的 但是各位开始要去练习慈悲 面对各种状况 那这样才能够欧马里边面 我们悲至双运 才能够达到那个状态 那希望大家 这个是联花生大师的义服账 太宝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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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把每一句话 多读几遍 针对你自己的问题 你要多读几遍 然后印到你心里面 当你一有念头 这句话就浮出来 所以各位要齐请连事加持 因为我随时会失去正念 所以血厌上师不断地加持 如果你有师父 那当然好 如果你没有师父 你可以齐请任何一个佛菩萨 做你的师父 那这些佛菩萨不会舍弃你的 保证不会的 是你愿不愿意去齐请他 然后他就会来创造各种的助援 帮助你 但是在你齐请的过程里面 碰到一些逆境 怎么会这样 事实上都是佛菩萨帮助你 因为你这个想法 这个行为是错的 所以他会让你跌倒一下 他会让你痛苦一下 你去反省 因为佛菩萨是对你的善业加持 不可能对你的恶业加持的 然后提醒你一下 所以行有不得访求 诸己一定我自己拿你的 起心动念有问题 行为有问题 那这样你要保持这个进步的状态 所以你要希望佛菩萨严格的盯住你 严格的盯住你 如果你愿意发这个愿 护法如果我在生气 你就让我很痛苦 你要敢发这个愿 如果我在不能温和说话 那你就让我很痛苦 不然我改不掉 就像我师父拿着棍子交给我施工 用讲的没有用 打的才有用 所以要不断的打 那不断的话改变不了那个 所以各位这个要有局心 不然落入一个断见 天天讲智慧 讲空性 讲一大堆 然后骂起人来更大声 那还不如修慈悲快一点 所以在这一点一定要想得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提呢 因为我发觉在台湾 跟世界各地 台湾是读书人 读佛经的人特别多 所以台湾的佛教徒 有时候不太容易骗 是真的 因为他们读了佛经 听了太多 但是脾气可大 意见很多 那这样他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他只有在那边 比手画脚比赛而已 因为他没有悲心 有悲心 就算对方再怎么错 也会原谅对方 要给对方机会 一二再再二三 没有悲心 他就是吐槽 台湾话就是 反正我就给你顶嘴 如何如何 这样就没意义 好 第九 若想拥有无穷尽的财富 就要积聚二之粮之财 若是希望横跃六道众生的深渊 就要驱除罪恶有害的我职 你有才修行 世间福报就大得不得了 所以各位你要看到世间的有钱人 我们还是要随喜 因为人家过去有修 所以他成为富二代 他成为 就像我去美国 有一位普通说 师父我带你去玩 我想说开飞机 我说No 因为不是说开飞机不好 而是说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来修行 他带我飞机出去 是想要去绕一绕 看看风光 这个是一个游玩 如果说这个是出去 可以做什么很大礼仪的 因为我是考虑动机的 但是我人家有福报 所以甚至我还认识一个菩萨 每次都换车 我说你家开车行 因为师父 我每一部车你都坐过 有加持 我说你家车太多了 那这就是人家修来的福报 那自己没福报 那怎么办 那就是没有在实修 如果你有在累积二种质量 付费质量 怎么会没福报呢 那因为你不累积付费质量 你怎么创造净土呢 世间的都创造不好 要创造未来的净土 那不可能吧 所以那只要你有真心的在修行 那自然 这个是自然的 无所求的 你自然就有这些福报 若是希望横跃留到众生的深渊 那各位一定要断除我子 驱除罪恶有害的我子 生命的敌人就是 我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保护自己 明明没有这个我存在 还在保护他 那就没有办法 所以罪恶有害 可以害自己 也会害别人 有这个我子 会贪 会撑 会伤害对方 所以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你要有一个想法 任何一个观念 是利用对方吗 还是要保护对方 这个你一定要想好 不然的话 做老板久了习惯了 他就喜欢利用严功 利用严功 为什么 因为他动机是在赚钱 他不得不利用严功 利用关系 一个好色的男人 如果他牵着你的手 对你很好 他想的是什么事 你都知道 他是透过你来圆满 他的欲望 他的欲望 他不是真心的 去关怀你 所以任何一个事情 如果有私心的话 那绝对都不是好的事情 那如果你要真实 要脱离痛苦 那你就不能去伤害众生 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家人 站在菩萨岛不能结婚 为什么 因为怎么可能去伤害妈妈 你把一个女人 脱落感情的痛苦 那是太不慈悲的事情 这个女孩子 一堕落感情的漩涡 她不得超度了 很难的 很难跳出来的 所以在这一点 你要考虑到对方 而不是只有自己 所以做什么事情 都要考虑 所以不管你卖什么产品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千万不能伤害到别人 你伤害别人就是我 因为我保护我自己 那你照到这个恶业 一定要轮回的 第十 遭遇苦难和不幸 会让你生起转心向佛法的善德 所以一定要有磨念 所以各位不要怕苦 我们行菩萨道 就是决心要面对 可以接受所有痛苦 包括四肢被肢解的痛苦 不然你没办法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就是你心甘情愿的去承担动身苦 去面对痛苦 所以那你一定要希望更多苦难来 那你才有断我执的机会 才有修悲心的机会 所以只是你不要浪费这些苦难跟不幸 这些疾病 这种种的障碍 因为有障碍 比如说我现在生病了 那就是我的因果 所以我要忏悔 再来 这里面我为什么会生病 所以林华生日大师也教我 有时候生病 你要不要试试看 不要吃药 病的因就是你的我质 那你可以从你的心态转变 这个病也会好 那各位可以慢慢试 小感冒试试看 你慢慢试试看 但是这个药有试修的 所以有些大修行者 有一病的时候 他不吃药的 所以他就真实的在观修 那有些是逃避 有些是怕怕 怕被开刀 怕痛苦 所以他不看病 那是另当别论 但是无论如何 最逆境才是最好修行的方法 才会让我们知道世间无常 一切都不是你在掌控的 第十一 你应该调伏的是我执 因此要将邪恶者私心驱除 你应该不识 给予的是他人的安乐福祉 因此要像保护自己孩子一般 保护友情众生 对行菩萨道最大的就是私心 保护自己 这个我执 那为了要消除我执 各位一定要不识 不识 所以不识金钱 不识体力 不然你就会很想要守护自己的财产 所以你要想尽办法 为了别人的福祉来尽力 就像想了保护自己孩子一样的去保护所有友情 我想各位有生过儿子就知道那种疼惜 那个没办法形容的疼惜 超过父母 我们对父母是感恩 但对小孩是那种痛到心里面的疼惜 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去观修 或者去看别人怎么疼惜小孩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众生都是母亲的小孩 我怎么可以去伤害她 一只小牛一只小狗 它都有妈妈 怎么可以 所以有一句话是 不要吃有妈妈的友情 因为所有友情都有妈妈 当你在喝牛奶的时候 那只母牛会恨你 它不是要给你喝的 它的儿子被杀掉了 结果把它偷来给你喝 这个就跟这只母牛结了很大的恶业 恶缘 你说那只母牛我也不知道哪一只 它也看不到我 这不可能的 这个业赶着了 那只母牛被杀了 它就会来找你 它的念头里面 那你去用它的 就跟它产生对立 各位要相信因果 所以应该调伏 我只不要为了自己 为了好吃 先吃了再说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就像我今天中午看到那个牛角面包 我差点流口水 早上他们就拿了两个来 我留了好多次 考虑了半天 不会算了不要吃 因为它是我的最爱 为什么 可能有鸡蛋 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 可能本来就没鸡蛋 但是可能有鸡蛋 那就忍吧 但是当然了 别人吃我的时候 他没鸡蛋 但是对我自己 我是拿这个做修行 反正有吃没吃 都那只是个喜欢 因为我特别喜欢 我就不吃 因为我故意的 那这也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 我不是说各位吃了已经完蛋了 只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 因为我那天前天还跑去看 哇 那边站着帮我问一下 有没有蛋 他很认真的 很失望 师父没办法 都有蛋 好吧 放下 对不对 那今天早上就有人送来了 我还调查 哪里买的 原来是同一间 嗯 那我问明明有蛋 但是我这个就是 当然吃也无所谓 嗡啊别老吴 嗡嗡哪么 做超度超度就好了 但是 但是你要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吧 当然做烟共 有人问我说 师父做烟共有蛋怎么办 这个烟共有蛋 是没关系的 为什么 我观想是给所有小母小鸡的 感恩这些母鸡的 你的动机是如此 就像你牛奶 牛奶别人把它抢过来 我又把它买回来 我要还给这些小牛 母牛 所以我撒牛奶 你这个动机就可以 因为这些小牛 它本来是属于它 被你们人类抢去的 我买回来 如果加牛奶的时候 愿所有的小牛小猪都得到超度 那你因为你这个动机 就把它给转化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是敌人 众生才是恩人 保护众生才是真正成就自己 第十二 你的任务就是投入心灵修持 因此无论是思想言语及行为 都不要离开佛法修持 对保持大悲心 菩提心空性 至少相信因果 合起来叫 合起来叫阿弥陀佛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让我们保持正念 所以我们活着 各位你要知道 真正的办公室在哪里 心灵 你的心灵才是你真正要用功的地方 然后当你真实有不退大悲心 乃至安住在空性 你的办公室又改变了 办公室在哪里 在轮回 轮回的痛苦的地方才是菩萨的办公室 但是无论如何 你的心灵跟你对待众生的方法 都不能够离开佛教的空性跟悲心 这是我们 我常讲的这辈子 死亡之前的死亡 如果我们这一辈子 快死亡之前 没有办法断除这些烦恼 那这辈子还真浪费 所以我师公才跟我讲 韩道法师 以后找你出家 超过35岁就不要收 那后来我师公 那38好了 我说为什么 我师公说改不了的 用棍子打印没用的 轮到了一个阶段 这个习性很难改的 所以我想各位 当然我这个意思不是说 我们不行 而是说 我师公这样讲 所以我要很警惕 我跟我师公说我36了 所以我说38 不然我那时候还进不了佛学院 所以因为他知道 人的个性很难 所以因为我师公是11岁出家 他说很难 他自己这么小 就出家的过程 我师父是32岁出家 他说这个过程真的很难 自己去观照自己 我觉得我认识 亲近我的师父 他们两位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他们随时在检讨自己 每次我师父讲课 我讲一下 你看我讲了什么 他们都随时很谦虚的 他们时时刻刻没有那种大和尚大法师 他一切都是为了别人在表现的 私底下他就时时刻刻保持在那种状态 一点价值都没有 而且他们像我师父他会说 我从懂得做人我就没有学校的毕业证书 意思是说没有上过学校 不像你们 哇你们现在都大学毕业 哇高中毕业留学 所以我要很认真 所以我师公自己都写 自己写他的日记 对不对 那我就变成参学所谈 我师父也是天天这样 很认真 我师父明天要去上课 他今天就没睡觉 他一定要看看看看 看到天亮 是在时间不够 在车上游去去看 然后去佛学院上课 他说 哇这些都是大学生 叫我来上课 所以他就要准备得很丰富很丰富 然后慢慢的去解说 因为他这样 所以他个性上就非常 我的师父的手摸不到骨头的 这个摸不到骨头就叫兜率棉手 兜率棉手就是你摸的时候 他就是他像海绵一样 他连舍抱的时候 那个像还是兜率棉手 所以因为他们这种谦虚 时时刻刻 关照自己 所以我想要把日常生活 深口意的不离开佛法的修行 只是现在 我发觉现在比较难 是因为外面的诱惑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随时在刺激你的感官 刺激你的思想 因为做生意的人 如果没有这么高招 他就赚不到钱 对不对 就像电视上的每一部摩托车 一骑上去他得了 各个都变成勇士 因为他必须制造这种诱因 你才会去注意他 所以这个叫末法 佛法单调无聊 故障法无疑 然后世间法这么强烈有诱惑 就像你把小朋友带去餐厅 那边有个电动玩具 他不理你 他就坐在那边 电动玩具 没钱 因为他就被他吸引了 所以我想 但是所以既然要修行 要保持这种相续的状态 所以现在这个末法老师说的 为什么要修 祈求莲花神大事 他家事 因为莲师 他的强力就是除魔 这是他自己发的愿 越有障碍的地方 越有逆境的地方 越有魔的地方 要越齐心莲花神大事的加持 那不然你没法进入心灵的修行 第十三 或许你自认追随者 似乎是佛法的心灵修持 然而若是失去菩萨的决心 你便会逐渐飘移到 世俗人的路途上 因此要舍弃世间八法 四可杀不可辱 如果一秒钟离开菩提心 零可堕落地 但是你千万不要为了成功 比如说我那时候去读佛学 我就是这个感觉 哇 我又跑到一个竞争团体 竞争是我们以前在家最厉害的 现在是把读书当作竞争的话 那没意 所以我毅然决然我就离开 因为不能够让一点点的菩提心都不见了 所以我想各位不能比赛 不能竞争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 他为了竞争 为什么 他是老子上 讲法的时候人少 来了一个年轻法师 善巧方便 哇 信徒都跑到那边去了 然后呢 有人就问老法师 那位年轻法师 讲话不是佛法 要讲作童话 因为他起了世俗心 结果为了这个堕入六十节 跟蛇地狱 他的堕落地狱六十节 舌头被跟 那佛陀就讲 他就是那个老儿上 本师是这样 那个年轻法师就是欧弥陀佛 所以因为你离开了一个 一个菩提心的时候 那你就会有一种世间法法 他信徒多 他比我厉害 我心里就不高兴 所以跟我问你 你真的要磨练你自己 今天你的爱人 去跟别的异性讲话 你要开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救你自己 我会吃醋 我受不了 我不行 那你要救你自己 所以有时候你要倒过来 我想的都给别人 我想的都给别人 我做生意也很快 你拿去吧 我少做 我少事少业 偏偏你要他做 他偏偏要你做 这样 那你才知道 原来你越不想 你越越跑 越找你 你越想 他越让你去追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 去追求这个世间法 还是维持 你就越想要帮助众生 你要越维持菩提心 心灵的羞耻 你不要去攀缘 不要去用心机 那个都多余的 那没有必要的 你维持菩提心 那世间法一切圆满 你才会觉得 佛法不可思议 这一点各位要有体验 如果你没体验 你永远不相信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还是先设计好我自己 这样 先保护自己 所以你要全然的放下 你才可以了解 第十四 你或许不断地在进行闻思 然而除非对生与死的恐惧 以伴赫你心 否则一切法教 也不过是自语而已 所以念一下 来 舍弃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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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全然放下 你不要去追求 这个世间很苦的 生命更苦的 所以有些人把佛法当消遣 因为他是没有处理心的 然后他也在那边看佛经 他也在那边研究 如何如何 但是他内心里面 他还有一个执着 那这样佛法 对他来讲 他只是一个文字 三世佛言 因为他不是一个修行者 他只是一个批评者 对他就没意义 所以各位 基本上 哪怕我们要行菩萨道 你对这个生死的恐惧 要觉得很恐怖 随时都会来 随时都会死 就像今天你坐上一部车 他开到两百 那一下就要死了 他想好怎么死就好了 因为他是在死亡的状态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时时刻刻都如此 所以这样你才会把佛法 唯一的依靠就是善报 唯一的依靠就是佛法 没有别的好依靠 那各位当然你 平常你做不到 但是八观灾界那一天 是为生死在努力的 然后八观灾界 养成了这个习惯 再放到日常生活来 不然你会觉得说 我这个房子买到了 我儿子不生病了 那个钱赚到了 我就安心了 所以我这个病好了 就好了 病好了下回还不是要死 早死晚死 所以你还不如把小病 当做大病 把没病当做现在已经在病 甚至把别人的病都拿来 不然你不会有战备的状态 所以当然就像各位喜欢去护墓 那是非常好的状态 为什么 那边有鬼 你会有恐怖